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宝你现在几岁啊? 四岁 今天是大年初一 这里是晋江的五殿寺 这些小摊位也陆陆续续摆出来了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嗨,我们的好朋友们来了 嗨,傻豆 还有我们的夏天 爸爸,这边有一只凤凰 哦,这边有一只凤凰啊 今天是农年 文里出了一条凤凰 也是比较亮眼的 凤舞新春 晋江民俗馆 这不是浪费,这是有钱 好,这边 好,这边 啊,摸到龙的脚 最好,这边好,我就逛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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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五 五 五 四 这边的特景穿的好帅啊 嗯 这个排房这边有一条六十米的巨龙 六十米 对 对 六十米 对 有的话,五殿寺算是必到的一个景点吧 从市区过来大概半个小时 在这里面逛个半天 里面有很多特色的闽南建筑 这些建筑很多是原始保留下来的 还有一些是从村落里面 把历史悠久的建筑 那让它按照建筑构建编号 一块一块的给它编号 整体迁移 到五殿寺这边 再重新搭建起来 算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原来的风貌 在这边能感受到比较强烈的闽南特色建筑 会有一种穿越感 它这个地方还位于晋江的市区中心位置 它们的定位是晋江城市的会客厅 晋江作为经济百强能排到前五的一个县级市 在推进文理方面也是下了很大的力气 都你要跟这只龙拍照吗 你转过来爸爸给你跟龙拍照 最后一位要负照 我一直想跟龙拍照 人気找不到 是这一位 最后一位 有的城市 在訓词 每个山洞 一店 像这尺寓 只是11个山洞 一店 オー 一店 这只是中国的商场 二店